大家好,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。 三圣三是枕上书,可以说是现在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了,这部电视剧的人气非常高,深受大家的喜欢。 在这部电视剧中,大家都知道凤九和东华之间的感情非常曲折,两个人的情敌也是非常多,尤其是凤九,爱梦凤九的神仙可以说是非常多。 凤九虽然年纪不是很大,在联颂看来甚至都没有常开,但是美貌却只是位居白浅的下面。 可以说还是非常让人惊艳的。 凤九能拿下东华,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凤九十分有趣,其实凤九的颜值,也为他和帝君之间的缘分拉近不少。 在后来之鹤得知东华和凤九成婚,内心十分妒忌,久去问崇林为什么,崇林告诉他,东华喜欢美人,而且凤九的美貌甩了之鹤几条街。 于是之鹤在得知这个原因后哭着离开,在泛英谷中,大家都知道有不少新的角色出现, 其中就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苏莫叶。 作为阿兰惹的师父,苏莫叶一直想要弄清楚阿兰惹的死鹰,在外界看来,阿兰惹是自意。 但是苏莫叶知道那样的人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 苏莫叶告诉了凤九自己的身份,并且让凤九帮助自己,他和凤九之间的相处也是十分的自然。 苏莫叶和凤九的相处十分的亲密,就连东华帝君看到两个人亲密的样子也是十分的生气。 暗暗吃醋。 不得不说,东华自从喜欢了凤九之后,就成了一个大醋缸,到处吃醋,就连自己的醋也吃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